加油 狗争 狗争 严寬恒竞选总部成立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特地出席站台 并正为四项公投 国民党全盘皆输 如果照这样态势下去 眼前1月9号中二不选 跟罢免的投票可能就是第二败 中二选区 民进党动用府院打 再加上网军的力量 全力的来攻击抹黑造谣 让严寬恒受到非常大的委屈 中央选区这一仗 国民党有不能输的压力 但是公投结果无疑是对国民党 遗迹痛苦打击 更冲击党中央威信 除了极端沟通战术 无法让支持者买单 选前党内不同调的问题 更让网友认为 新北市长侯友宜的不表态 才会导致公投结果输掉 愤怒灌爆侯友宜脸书留言 要他滚出国民党 我坚持捍卫 公投中 民众自由意志的展现 并尊重公投的结果 过程中 所有的批评指责 我愿意承担 并悉心接受 我们现在赶快把 战友都找回来 不要 找战犯 侯友宜儼然成为国民党支持者 不满情绪的出口 不过根据各县市得票统计 全台投出四个不同意的 则有八个 包括国民党执政的 宜兰县 云林县 彰化县 但新北市却是三个同意 一个不同意 因此有人认为 侯友宜不符合战犯条件 我觉得侯友宜完全没有战犯的一个问题 反而我会认为就是说 朱立伦主席昨天 不要早战犯的这番论述 似乎我有觉得不太厚道 明年年初立委的补选 是对人的一个选举 那所以一般的选民 被动员出来投票的一个力量 可能是会比较高的 公投在政党对决下 绿人就大于蓝 国民党没有获得中间选民认同 也难党全军覆没命运 怀宇新闻洪世成会荣誉 另外于新北台中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